台湾民眾黨成立 兼任黨主席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第一目標 建制2020國會席次 但要提不分區名單 得先湊齊 10個區域立委提名 該怎麼交出亮眼名單 成為現階段的最大挑戰 其實我們今天是相當倉促成立的 所有這些問題就是未來的時間 一直到大選之前 要一樣一樣去處理的 所以 所以是這樣 今天只是個開始 針對人選坦言 接下來才會一一討論 但距離選舉只剩下半年 已經迫在眉睫 被點名的熱門人選 北市府幕僚中 包括人氣超高的學姐黃金穎 前北市官船局長陳思宇 也可能捲土重來 還有社會局機要蔡宜芳 都是搶攻年輕族群的熱門人選 至於民代組 前國民黨議員中小平 棄籃投科 開出第一槍 還有一項被視為科家軍的 無黨籍議員徐立信 另外 新民黨的黃珊珊和林國成 也都被點名 有機會成為民眾黨 揮軍國會的重點戰將 我想部分區的名單還是要體現市長在這個黨的民意跟專業價值這三個部分 所以部分區的名單我想我們暫時沒有考慮 我想未來的事情就未來再續 我覺得在提名的機制上 只要符合台灣民眾黨在人才專業跟價值三個部分的層面 那我相信其實台灣民眾黨是一個讓人才很好發揮的平台 所以提名的部分我想就等後續黨可能有更完整的一個機制 那我們再來討論 被點名的雨帶保留卻也沒把話說死 如何讓阿伯的個人政治和號召力透過黨外溢到基層也是當務之急 柯文哲阻擋前進立法院 但在藍綠夾沙之下 想突破重圍 延續自己跟子弟兵的政治生命 每一步都得兢兢业业 文宇新聞 紅思雨 陳信彥 張哲豪 台北報導 我們下載到